索马里是地处东北非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该国工业基础薄弱 农业也不发达 国内经济主要依靠生产销售橡胶和畜牧业 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前些年索马里副总统兼国防部长莱华访问 向中方提出了购买战机的意向 当时中国正在大搞国内建设 急需外汇支持 军火贸易也是当时为数不多 能赚取外汇的主要方式之一 于是中国应索马里国防部邀请 由专门从事军贸的中航级公司组成8人代表团 赴索马里洽谈军贸交易 出发前代表团了解到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索方有可能买我们正在生产的战斗机 二是索方还有闲置的苏-22战机发动机急欲出手 苏-22发动机相对来说比较先进 如果能够回几台研究 对中国航空发动机技术提升有不少好处 除此之外 索方还希望中方代表能够对击国内失修的 米格副时期 R24等飞机进行检查 给出维修建议 因此代表团出发前恶补了战机和发动机之事 同时代表团里还带上了战斗机专家 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后 第二天代表团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在索马里的前20天 代表团主要对索马里的空军基地 战机装备和苏-22发动机进行了靠查 靠查完之后变到了谈判环节 中方代表团与索方空军司令部 国防部等官员进行初步接触 本来会议的主题是对索马里失修战机进行维修 不过为了卖战机 我方代表在会议结束时试探性地表示我方可以出售飞机 哪知道 这出乎预料地引起索方的极大兴趣 他们竟把考察失修飞机的事远远抛到脑后 向中方打听出售战机的情况 中方代表联盟拿出歼6 歼教副6 歼教副5 除教6等飞机技术说明书 索空军代表们随即拿走研究 到了第二天谈判 索方竟全然不谈失修飞机的事 直接向中方索要起飞机会谈时 索方代表大谈中索如何友好 大谈中国支持和帮助索马里历来是不要钱的 大谈大国帮助小国 向来是慷慨解囊的 中方代表一听立即警觉起来 索方代表又起了空手套白狼的心思 中方代表们很快反应过来 立即表示中索有意一直为中国人民珍视 但中国人民也在穷苦线上挣扎 不逼索马里人民好到哪去 我们看到了索马里面临的困难 因此坚持不做军火商 我们卖给你们飞机可以不赚钱 但不能亏本 而且我们向索方出售的价格已经是最优惠的 中国代表的态度让索方人员出乎意料 双方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 一度出现僵局 索方坚持中国白送他们飞机 但中方代表坚持要钱 索马里军方也开始对中方代表冷淡起来 不再接见中方人员 可索方最终坚持不住 最终又启动了与中方代表的谈判 中索双方围绕索方购买我方战机 我方购买索方苏22发动机 以及我方维修索方试修战机进行谈判 谈判过程依旧十分艰难 前后进行了12次 不过各方的条件对中方代表有利 本节有理 有利 有节的原则 中方代表一直掌控着整个谈判节奏 考虑到索方的实际困难 国内只是对索方进行了适当让步 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 当中方代表团宣布出售战机的类型 发动机的品种 数量 价格 购买其苏22发动机的价格 以及付款等内容后 左方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随后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 合同内容包括 中方向左方出售飞机26架 总价3310万美元 其中20架歼6 每架单价120万美元 歼轿6-4架 每架单价为138万美元 歼轿5有2架 每架100万美元 除此之外 还有6台锅喷6 每台22万美元 一台锅喷5发动机 价格为26万美元 应该来说 出口这些战机确实利润巨大 当时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是1.85比1 外销一架战机是卖给工军同样战机的几倍价格 而且还是以美元计价 因此利润十分可观 合同对交货交款也做了规定 即合同签订50天内索方需交款20% 收到货之后交40% 是非合格后18个月内交40%余款 除这个合同外 还签订协议一份 即中方代表以4架歼6换取索马里 4台索22发动机 为了这笔交易顺利进行 中航界还在索马里设立常驻机构 专门为索马里客户提供服务 索马里气候干燥炎热 平均气温超过30度 当地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各种如祸乱 登戈热及疟疾等疾病流行 医疗条件极差 由于当地水质寒汗严重超标 许多住所代表因为水质导致严重的肠胃问题 一味代表肠胃出血 两次手术均未能痊愈 最后连伤口都没有缝合 就紧急送回了国 比起这些 更困难的是讨债 根据合同所方应支付我方 货款3310万美元 各索马里方面在偿还部分贷款后 竟向中方代表表示 该国已经无力支付剩余货款 至此索方上欠中方货款1700万美元 为了收回欠款 中航纪专门成立了催款小组 不断与索方联系 做索方工作 希望索方支付欠款 但却没有任何作用 无奈之下 催款小组只得前往索马里 找索方空军司令和相关领导面催 中航纪公司领导 甚至亲自前往索马里催款 在索马里长期住下 以坐等方式催款 不过 即便是中方代表先后 七次付索马里催款追债 但仍收效审微 不过在中方多次催款下 索方终于松口 索马里国防部长访问中国时 批出了可用自己国家的 渔业资源底欠款 同时利用渔业合作 扩大军贸合作的建议 国内相关部门做了评估之后 认为渔业合作方式可行 索马里拥有非洲大陆 最长的海岸线 全长3333公里 沿海盛产各种鱼类 金枪鱼尤其是珍贵的 蓝旗金枪鱼 排鱼 蹄鱼 沙丁鱼等资源量尤其丰富 因为索马里国内政局混乱 当地海盗出没 因此渔业活动大受影响 反而给海里的鱼儿 提供了繁衍 生长的绝佳时机 所以中航纪公司 与索马里国防部 在北京签订了 合作捕鱼协议 并立即生效 不过国内对到索马里 捕鱼效果还是有些忧虑 试赚适配大家也没底 于是派了两艘 260总吨位 8514型脱网鱼船 两艘先去试补一年 我国捕鱼船抵达 索国首都摩加迪沙港口 随后开展了捕鱼作业 但经过近一年的试补 发现如果想要盈利 还有许多工作还需要改进 首先是我国鱼船 吨位太小 只有260吨 不能到深海作业 另外一个问题 试穿的冷藏库太小 出海一个星期 冷库基本装满 如此一来就需要靠港销售 增加了海上无效作业天数 当地渔商利用我捕鱼船 急于重返海域捕鱼的心理 故意压低渔货价格 导致效益相对来说下降不少 中方也曾想到将渔货运回中国销售 但经过测算 至少一次运回国内 1000吨才能盈利 当时中国远洋冷藏运输还不完善 这个方式可行性也不大 通过在摩加迪沙港口观察 中方人员发现一艘3000吨级的苏联捕鱼船 能够在深海连续2-3个月作业不返港 效益非常不错 说明大吨位鱼船在捕鱼上 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 经过一年试补 中方鱼船共销售鱼货217吨 获得货款兼20万美元 按照这种方式 收回欠款也有机会 索方对中方代表来索海域捕鱼也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方渔船每次返港时 索海军军派人协助人港联检以及加油等出海准备工作 事不一年后 中航纪与渔业公司进行了协商 决定让这两艘渔船回过大修 同时渔业公司派出更大更多的渔船进入索马里捕鱼 可就在中方正准备扩大捕劳规模时 索马里却发生了内乱 县政府被推翻 整个陷入无政府状态 双方逾业合作就此终止 在此期间 中方代表通过其他方式 又索回不少欠款 索方的兼又由于年久失修 大多数已经不能正常飞行 索空军几乎已经没有飞机可飞 于是请求中方代表派出专家钱去维修 但中方要求索方必须支付拖欠剩余货款 才派专家前往 索方对战机需要非常迫切 于是支付了大部分欠款 收到货款后 我方派专家组一行18人 前忙索马里执行飞机维修任务 在索马里维修飞机也是困难重重 索方不但无无专用维修设备 也没有熟练的技工 般是都需要中方专家亲自动手 维修过程中 由于没有零部件 只能从其他飞机上拆下来 拆东墙补西墙 即使如此困难 在我方专家努力下 维修后的几架飞机恢复了飞行状态 从而保证了索马里国庆阅兵式飞机表演的需要 中国专家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赢得了索马里空军司令的高度赞扬 随着索马里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 北方游击队开始向首都进军 大部分中资机构在索马里的建设项目开始放缓 为了保障在索中方专家安全 中航即决定撤回中国维修专家 索马里当局同意我维修专家回国 并答应按照协议为专家支付返程机票一万余美元 实际上 兼六作为我们第二种国产的喷气式战斗机 不但一直曾长期是中国空军的绝对主力 还曾大量出口到世界多个国家 为我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有力地支援了当时国内的经济建设 可以说 兼六拉开了我国空军装备现代化的序幕 为我国的军功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